好我们镜头转到国外带您来看的是让年轻人以创意来红法怎么做呢 像是佛光道场的香港青年团日前是特别以创新发展为主题 针对了设计环保还有蔬食减碳提出了各项的方案 透过网络平台号召更多人响应 佛光山港澳生总助持永富法师出席勉励 希望年轻人能够学习经营自己的生活 把学佛欢喜传递出去 为成员圈一起拍手打出节奏 香港佛光青年团举办一年一度联谊会 主要讨论创新与发展 这群活力心血要开始学习规划活动事宜 主张实践佛光山以科技红法理念 青年们谈到利用YouTube等网络平台 推广红法行动及吃素概念 透过社群分享活动资讯 或是健康食谱引发热烈讨论 佛光山港澳生总助持永富法师 以及香港佛光道场 监视绝育法师 亲自道场加入联谊 我认为每一个人面对生命都要经营 都要去经营 经营自己 经营自己所相关的 不管是工作同事之间的关系 父母的关系 种种的这些都是要用经营 学佛 学佛好不好 就看你自己 你自己如果真的有受用到这个欢喜 别人也会感受到你的关系 鼓励青年们学习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学会用三口来经营生活的各种关系 更要懂得服务奉献 成为一个不倾之人 提升自我价值 也把欢喜传递给他人 眼睛卫史香港综合报导